日前联大紧急特别会议 表决通过了阿拉伯国家提交的巴以局势决议 呼吁在加沙立即实现人道主义休战 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 要求各方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 决议强调因以两国方案为基础 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 巴以冲突升级以来 中国一直呼吁停火指战保护平民 开辟人道主义救援走廊 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基于上述立场 中方作为阿拉伯国家决议草案的共激国 在表决当中投了赞成一样 联大高票通过决议 反映了国际社会要求停火指战的强烈呼声 也反映了在战雨和问题上的人心向费 中方希望这项决议得到全面落实 地区和平稳定早日恢复 人道局势早日缓解 平民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正确实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